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 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郭文贵落网 美国司法部活捉事迹剧片 早知今日下场 何必当初来美犯法 曾经以爆料革命撼动 美国主流社会 以及华人社区多年的 中国大陆流亡富商郭文贵 终于在纽约的豪宅 遭到FBI活捉逮捕 随后立即被司法部 以12项罪名起诉 在一份长篇起诉书中 司法部指控郭文贵和共犯于建民 涉及各种电汇欺诈 证券欺诈 银行欺诈 洗钱 指控罪名庆竹难输 全部罪行加起来将会高达215年牢狱之灾 郭文贵从此将永不见天日 老死于美国的牢房中 早知今日下场 他当初又何必来美犯法呢 郭文贵并没有显赫的学历 但是他能言善道 又能察言观色 是经商的好手 曾是中国坐拥数十亿的地产大亨 美国司法机构 在那份新闻稿中称 郭文贵是一名流亡商人 自2015年以来一直居住在美国 并在网上拥有大量粉丝 大约在2018年左右 郭成立了两个据称是非盈利的组织 法治基金会和法治协会 并以此来聚集与他声称的 中国政策目标一致的支持者 郭文贵利用他身为中国政府批评者的声望 在网上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者 他的粉丝们也倾向于相信他 如果他们投资于郭文贵的公司 将获得丰厚的利润 纽约检方称 郭文贵策划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计划 从他的数千名在线追随者中 骗取超过10亿美元 郭被控用偷来的钱中饱私囊 包括为他自己和他的近亲购买一座5万平方英尺的豪宅 一辆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 甚至还有两张价值36000美元的床垫 以及资助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 从以上的文字可见 郭文贵的生活是多么的奢华浮夸 郭文贵当初到美国时最有名的一句口头禅就是 一切都是刚刚才开始 他曾经以金钱买通了许多的民运人士 并以反共灭共为号召 欺骗了许多的追随者 但是许多人在认清了他的真面目后 都纷纷离去 并且无一步反目成仇 并宣称将与他老死不相往来 对于这样一个世纪巨片 FBI足足等了六年之久才动手抓人 实在是不可思议 或许那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FBI在搜证吧 FBI如果没有完整的证据 绝不会轻易出手 现在抓下郭文贵后 他已经是展翅南非了 这也给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一个警惕 美国是一个司法严明的国家 任何的达官贵人或是声斗小民 只要违法都跑不了司法的审判 司法部对郭文贵的审判 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 好 好 感谢观看